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 买女猴桃时挑绿的还是挑黄的 跟着视频来了解一下吧 女猴桃富含各种维生素 很多人都爱吃 现在正是大量女猴桃上市的时候 挑选女猴桃的时候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看表皮 如果表皮颜色特别绿的女猴桃 说明成熟度还不够 吃起来会有深色的味道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 要挑看上去颜色成土黄色的 这种女猴桃在生长过程中 日照充足,口感更香甜 第二,摸一摸女猴桃表面的果毛 用手轻轻的在女猴桃表面来回的摸一摸 如果果毛很容易就脱落 说明不新鲜 这种女猴桃也不要购买 第三,看果形 尽量选择上面窄下面宽 像鸡蛋形状的女猴桃 这样的果形口感较好 再看一下果地 果地不会发黑 摸起来有一定硬度的 说明这个女猴桃很新鲜 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快速炊熟女猴桃的方法 准备一个苹果或是一根香蕉 和女猴桃一起放进袋子里 挤出里面的空气 密封起来 苹果含有乙烯 乙烯会加速女猴桃的成熟 两到三天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放进大米中 同样也是两三天就可以成熟吃了 看完以上的视频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长知识呢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吧